好家伙好家伙朋友们 大家都说2020是他房元年 在准备中国娱乐20年第二期的时候 我发现2020真的冤枉啊 20年前有个家伙 那才真叫他房元年呢 2020在他面前就是个小弟弟 这一年甚至能跟2021平分秋色 好好的娱乐版面明星们不待 偏要跑去抢法治社会版 偷税的猥胁的 逃狱的破产的大人的 那是一个不辣 这便是2002 当红花生三角大戏 明星入住 法治版面 这一年三界经济得主 大包作品无数 颜值也是一等一的大花 刘晓庆出事了 虽然今天我们老拿丫头叫雷 揶鱼刘阿姨 本公主欧阳飞燕比武招亲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但人家当年的地位 要拿今天的明星来打比方 我感觉范冰冰家姚 神家杨幂可以跟她一搏 如是中天的刘晓庆 被举报偷税漏税 在6月份被警方逮捕 最后查实偷漏税1400多万 2013年宣判 她没有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她虽违法 但为犯罪 但她的妹夫 当时是刘晓庆公司的财务 却被判刑三年 历时400多天牢狱生活的刘阿姨 随后被释放 财产被全部没收 后续还需要补足税款 影视个三期爆火小生 谢霆锋开着法拉利 那样成了一场车祸 事发后 她骑着赶飞机 让英皇的司机来顶包 廉政公署随后接到举报 谢霆锋伙同司机 串谋一名警员制造顶包案 随后 警方在张博之的家中 将谢霆锋逮捕 吊诡的是 这个案件的结果 顶包司机妨碍司法公正 判刑4个月 警员被判刑入狱6个月 谢霆锋只被判 240个小时的 社会服务令 引起了香港舆论哗然 香港律政司要求加刑 法院复审后 仍维持冤判 随着本案 风之恋也浮出水面 那一年正是风飞恋 公开第二年 由于风飞CP党众多 张博之被民众大骂小三 演了20年今天仍未完结的 风飞之三角大戏 拉开序幕 同时间 王飞的其中一任老公 李亚鹏 跟周迅在 社调英雄传片场 传出恋情 但当时李亚鹏 还在和曲颖谈恋爱呢 制片人马忠俊 还给媒体透露 拍摄期间 曲颖来探过班 后来是哭着走的 说到曲颖 他有一任男友 是张亚东 而张亚东的前妻 就是斗维的妹妹斗颖 斗维是王飞前夫 王飞和斗维的女儿 斗敬彤和周迅 那关系可是不一般 写这段差点没报给绕晕了 上网找的张图 这下明白多了 这帮人就可敬的内部消化吧 当年小伙的歌手苏永康 在台北酒吧 遭经营方领检 台湾女明星安雅 因为涉嫌吸食伪金药品被拘捕 即使身上当场掉出了药丸 仍对警方否认持有药物 不过咽尿后被判入戒毒所 19天后才获释 内地歌手红豆 则是因为猥亵儿童 被判入狱三年 在狱中还给狱友们做文艺会演呢 表现良好 提前出狱 出狱后的他屡教不改 2009年又因为猥亵儿童罪被通缉 2011年他担任张学友演唱会的策划 警方知晓后 提前埋伏在张学友演唱会的附近 将其抓获 学友哥不愧是逃犯克星 影帝梁家辉 酒后驾车和公交车相撞 还跟人家公交司机打起来了 当场被警方拘捕 随后被判罪嫁和普通袭击罪 罚款1.2万 以上的明星都是自作孽 下面这几位上法制社会版的明星 就比较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温拿五虎 要是排名华语乐坛最伟大的乐队 前五题也定有他们 这个乐队中的钟振涛和谭永玲 是双主唱 后来钟振涛进军影视业 在文艺片市场又是大展拳脚 和成龙的老婆林凤娇 出演了小城故事 随后呢 她和她的漂亮粉丝张晓慧 恋爱结婚 九七香港金融危机后 这哥们欠债两亿 不得已在2002年生情的破产 更惨的是 同时间她老婆还把她给绿了 转头另一个富商的怀抱 结果没多久 这另一位富商也破产了 香港媒体东周刊 发布了刘嘉玲被歹徒劫持拍下的不雅照 在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激起公愤 500名香港艺人发起天地不容行动 成龙梅艳芳都在现场喊话 刘嘉玲也亲自现身怒斥东周刊 妇女团体更是呼吁大家罢买 但这一期还是卖断式了 以上的明星啊 作归作 惨鬼惨都熬过来了 很多现在都还在娱乐圈 其中不乏收入地位都颇高的 但还有一位没能顺利度过2002 他就是香港艳星陈宝莲 因为精神疾病的困扰 生下孩子后不久 从家中跳楼 乡笑御允 相比起2001年 这一年的影视市场低迷很多 但是在这一年 张艺某转型商业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英雄上映了 虽然这个转折点被很多人嘲讽 是老爷子江郎才敬的起点 当年英雄在豆瓣评分仅为6.6分 甚至低过一些吐槽区团建的影视作品 而现在找回7.5了 但这部电影却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片时代 凭借英雄 中国电影票房第一次超音赶美 以2.518的头筹 现在再回头看 英雄的艺术性还是很高的 要不怎么提名奥斯卡金球 还被时代杂志评为2004年全球十大最佳电影的第一名呢 香港的票房冠军则是吴建道 当时恰逢港片市场低迷 吴建道的横空出事打破了这一局面 所以他又被称为香港电影的旧视片 说个冷知识 你们知道吴建道的灵感来源是吴宇森的变脸吗 港片在那一年还有一部张伯志和古天乐的《河东诗吼》 这段台词可是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啊 那一年最火的电视剧应该就是风云之雄吧 而现在看起来真是天泪满满 但是当年确实风靡全国各地中小学 飞如流发心五毛特效一点都不耽误高能的剧情走向和演员们超投入的表演 2001年一部《寻情记》爆火 2002年内地也火了一部穿越剧《穿越时空的爱恋》 同时间徐真还有一部李卫当官热播 《徐真嘅嘅》当年呢可是实打实的罢评小生 2002年还有一部非常另类的作品 李少洪的《橘子红了》 橘子红了 那配乐叫一个阴森 周迅和黄磊的组合放今天CP榜前五名妥妥的 有看我上期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2001年的流行乐迷有多快乐 2002年他们依然内卷 再不错了 上音乐你们感受一下 有一种温向走尖 爱从零开始 而那一秒钟已经已失 我不爱 不能爱 你的未来 1995年 我们在机场的车站 黑色摇晃树荫 穿梭在热的雨里 诶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啊 一年不发点热门歌曲 你们几个心里就不踏实是不是 去年的还没学会呢 别急别急 还有 呃 接下来出场这两位我愿称之为拿枪拿掉双人子 这一首还衍生出了乐坛十大未解之迷之阿渡为何在车底 台湾偶像剧也是热门歌曲的产出地 冯玉燕 杨承林 余文乐 范围棋主演的爱情白皮书 火了启程 MVP情人 火了徒卫男团5566的我难过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 忍住悲哀 薛逸草火了花香 记忆是真真花香 流星花园2如火如荼的在台湾播出 这一部我愿送她四个大字 狗尾虚雕 冯玉燕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山菜和画在内谈起了恋爱 可能就是纯粹想气死观众吧 与此同时在内地刚播了一个月的流星花园被狗网电影 负面影响为由禁播 F4也一起被禁了 万万没想到原来流星花园是不禁片 F4还是个实打实的禁忌男团呢 好了2002年就说到这儿 是不是很drama 很crazy 当年要有微博的话 想必大家伙也是从年头吃瓜到年尾都不带睡觉的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儿咯 下一期将是悲伤的2003 噓 别问 问就是 关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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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一线签相逢既是圆 给个三天支持一下